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本期给大家带来一款火爆异常的射击类游戏 射击类游戏大叔很少玩 因为反应能力上了年纪确实是退化 这款游戏试玩了几关 发现确实炫到没有朋友 今天给大家试玩个五六关的样子 如果大家对这个游戏感兴趣 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资源 游戏的名字叫做几何战争 好,咱们进入游戏 来,先第一关 这个游戏是根据你分值才能过关的游戏 第一关过关的第一线分数是十万 第一关的场景是一个半球体 为什么叫几何维度呢 几何战争维度 那你需要有一定的空间的思考能力啊 你才能玩好这个游戏 好的,出门是一个类似教学关卡吧 那就是先训练一下你的左右手的协调能力吧 因为这个游戏啊,是鼠标和键盘一起操作的啊 键盘操作走位,鼠标呢操作你的设计的方向 第一关呢还可以啊 这个人数应该是没有什么限制的啊 它主要是限时 你需要在这个限定的时间内啊 把你的分数打够才能过关 当然呢,和一般的射击类游戏一样啊 你不能碰到你的敌人 碰到了就挂了 挂了之后呢 你再重新啊 重新出来的话会耽误时间 因为这个游戏啊 主要的敌人就是时间 这个BGM也很带感啊 10万分是一星 是一星 当然星数越多呢 分数就越高了 反正你至少要打10万分 你才有可能过关啊 好,大叔打了25万8 25万8的话呢 应该是两星吧 是两星 三星应该是50万啊 好,第二关 第二关过关的分折是70万 很多人反应第二关非常难 第二关大叔也感觉有一点难度啊 因为最开始试玩的时候感觉不不去 因为70万怎么打啊 是吧 需要注意的应该是尽量少挂吧 不要碰到敌人啊 不要碰到敌人 这个其实对操作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要求的 哎,我三项子弹了啊 那这下猛了啊 这下猛了 尽量的连续消灭敌人 这样可能是会有这个comber加成的啊 哇,这个球体的南极和北极感觉很危险 他经常出一片一片的敌人啊 这样如果你他刷敌人的时候 你正好移动到那个位置 你就撞爆了 呃,我现在,我没有时间看分数啊 真的 这个你就是尽量打啊 打到最后 然后呢 再说分数的事情 因为根本无下顾及分数的事儿 哇,这小方块很危险 哎呀,我的那个火力到期了 你就尽量用最短的时间消灭更多的方块 能保证你的分数尽量的多啊 哎呀 小方块很讨厌 哎呦,啊,我撞到了 他刷新的时候我撞到他了 还有22秒 啊,我分数应该是够了 分数应该是够了 这个普通情况还不一定会过啊 就是他刷的时候 突然在你的行动轨迹上出现了 啊,你有可能会撞到他 几秒了几秒了 好的 他打了107万啊 107万9千啊 这样也是过关了 啊,没到二星 二星是120万 啊,下一关 大家说大概就之前就试玩到这啊 就试玩到这 那这关是一个扭曲的位面啊 有一点扭曲 啊,他不是一个 一个非常平的场景 啊,前期出现的敌人比较少啊 比较舒缓 节奏方面稍微好一些 那后期肯定会越出越多啊 敌人 对于这个游戏来说应该是很重要啊 应该是很重要啊 我去 这没地儿躲了啊 简直 你必须要打死他啊 你打不死他呢 哎哟 中间刷了一堆啊 这个东西呢 应该是火力啊 好的 你把它都打爆了之后呢 你的火力会进行增强 短时间内增强吧 这个东西 不长久啊 那那那是什么东西啊 哦呦 我想起的东西我没用啊 我没用 注意力全在那个漩涡身上 结果撞到小的了 好 看看这关能不能过去吧 出门没多久啊 就挂了一次 这样非常不利啊 还是个交叉火力啊 刚才他们 哎 我去 我去 哎呀 也没吃到那个火力啊 哎 能过关 能过关啊 过关 啊 这关是不现实的 反正是给你三条命 你打个五十万就算你过关 啊 这样打够了啊 打够了 怎么样啊 好 打了 八十九万 这关打得不太好啊 感觉 一会儿试试重打一遍啊 好的 第四关 第四关过关是要一百万啊 看看什么鬼 两分钟打一百万分 哦 这有两个坑啊 有两个坑这个地方 两个坑是过不去的 再也过不去 上一关那个漩涡啊 被他 在注意力了 否则的话 我觉得能多打一些 一会儿试试重打一下那关啊 感觉很好啊 那关 场景方面呢 比较开阔 我去 哎哟 这都什么鬼啊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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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 这没地儿躲了 多少分一百万啊 我现在八万分 我觉得这关要贵 别想着第三关的事了 这关都过不去了 第三关 好歹是过来了 我绿的 这关好多新敌人啊 就是非常的不适应啊 不太熟悉他们的运动鬼技 好多小的 好多小的啊 好的 我按一下E啊 E应该是炸弹 那炸弹美观好像只有一法了 我这个秒数没有多少了 但是 我还有 有时间打火力吗 我好多绿的 好多绿的 哎 我觉得有戏啊 这关好的 分数够了 竟然 哎 能不能活过十秒 哦十秒我的天 没活过去啊 啊这关竟然够关了 不可思议啊 打了159啊 那你的 击坠的数量越多呢 到后面的分数就越高 好吧也打了一星啊 大叔打的够懒啊 第五关什么鬼啊 一百万过关 哇 这个不死 可以啊 这边还行 这边节奏还行 就是我的火力方面 不太给 哎 就在我这里刷这个火力啊 非常危险 哎呀全崩回来了啊 我的子弹全都崩回来 我这个面啊也不平 中间高 然后边上低啊 哎呀呀呀呀呀撞到我 这样导致我的子弹实际上啊发射的时候是轨弯的 我干嘛干嘛 他挂了吗 我过关了 我这boss打的爽啊 我都过关了哎分数真好啊真好够 咱们再来一关啊 感觉这关好像 我二百万 来吧 好的 第六关 咱们带来一个聊机啊 这回关卡的难度增加呢 咱们也增强了一点火力啊 一点点吧 不知道有没有火力呢 看看有 好的 是这个 这个我喜欢啊 这个火力非常的猛 非常凶猛 哇这关不好打啊 因为这个圆柱体曲面的曲率非常大啊 所以呢 敌人摸上来的时候 悄无声息啊 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到眼前了 你走位要稍微小心一点啊 哎好 又吃到了一个火力 这是一个 两个方向的啊 没了 无所谓啦 无所谓啦 咱们保住命就行啊 我发现 哇 太危险了啊 太危险了 我感觉时间不太够啊 我现在分数太少了 消灭敌人的速度有待提高啊 160多万 哎有戏 来一下啊 170多 180 19 200万 好的 够了啊 够了 还有几秒了 哎 这绿的会夺子弹啊 我的天 226万 哇 这关好难啊 感觉 后边的关卡呢 肯定会越来越难 啊 那好吧 那今天这款几何战争3维度 就给大家先更新到这里啊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游戏呢 可以去搜索 根据这个游戏的名字啊 去搜索一下资源 其实还是挺好找的啊 那好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大叔的视频 喜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大叔 这样每天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大叔更新的消息 还可以和大叔互动 别说话 找我